大家好 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今天呢我们尝试引述一些媒体的观点和分析 来看看美国是否真的已经走向了衰落 以及在此过程中 中国是否正在误判美国的国力 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媒体分析认为 中国当前也存在一些弱点 那么英国媒体发表文章呢就直接指出 中国对美国衰落论的判断 是错误的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 英国呢是美国的小老弟 对吧当然了英国当年是大哥 对不对 然后一群英国人呢 到了这个现在的美国这片土地上 结果呢干了很多坏事 我们都知道了 然后这个现在呢恬不止耻的 去抨击其他国家什么种族灭绝 我们看看现在的美洲大陆上 有多少的原住民已经被这个消失了 已经这个被屠杀殆尽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竟然都没有人去指责美国的曾经的做法 特别是西方世界 这个呢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话题之内 反正呢西方的双标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是我们今天呢一方面先看看英国的媒体 是怎么样去看待美国 看待今天的中国的 当然了他认为呢这个中国认为美国衰落 这样一种说法呢是错误的 但其实虽然有很多朋友 包括一些学者认为所谓的美国的国力已经大不日无前 已经出现了衰落 甚至我认为这已经成为全球的很多学者得出了一个一致性的判断 但是即便如此呢 把这样一个判断灌到中国头上 我想呢恐怕也是这个有点啊这个到底是什么中国呢 是中国的学者 中国的一些网络上的朋友的发表的言论 还是中国官方的说法呢 其实这一点呢英国媒体倒没有说的很清楚 但不管怎样 那么今天的英国呢 他的外交政策包括他的意识形态 他的对外的这个一系列展开的动作 无论是军事外交 这个甚至经济的行为 那么很多呢都是跟着美国的步伐 美国要怎么做他就怎么做 包括当年到出兵伊拉克 那么我们看到欧洲呢 其实有很多大国 包括法国呀或其他国家呢 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但是英国的做法就比较简单 反正大哥怎么干 我就怎么干啊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英国的媒体呢 这一次的他的看法是这样啊 就是说美国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那么在未来 继续会保持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地位 这一点呢 英国媒体的说法呢 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啊 美国到今天为止 无论是在这个军事啊 在这个经济啊 在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方面呢 的确还是一个全球性的国力最强大的国家 但是我们说原来的美国独霸 只有他一个啊 说了算其他国家连说话都不敢说 或者是呢这个只能跟着他后面走 毫无影响力 这样的格局是不是已经改变了 我想英国媒体呢 并没有去点出来 他只是去强调 美国未来一定会在很长的时间内 时间内继续保持最有影响力地位的国家 那么英国的金融时报 在4月27日发表的文章 那么标题呢是 直指中国 叫做中国认为美国将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而且呢他直接在标题中下了结论说 这是错误的啊 这是一个分析文章 我们其实现在啊看到无论是欧洲 特别是像英国呀 这个这些国家呢 那么就是五眼联盟国家 包括澳大利亚啊 那么包括美国了 他们在这个处理媒体关系 以及政客啊 或者是这个需要选举的人啊 或者一些公众人物 哪怕是写书的出书的人 好像不把中国给写进去呢 他这个就是销量就不行 包括媒体我们都知道 对吧 那么媒体呢观众怎么看啊 点击率怎么样 这也是考核这个媒体传播力的 影响力的一个指标 那么现在甚至包括一些学术论文 对吧 研究中国那简直是非常的热 但是呢西方世界呢 他又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呢 他必须保持他的政治正确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呀 在西方所谓的言论自由呢 那么但是他很多东西呢 就是政治正确这件事情呢 是必须保持得住 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这个 这个西方国家的一个up主啊 就是一个自媒体人 那么他呢 在中国呢生活居住 而且在西方 在英国呢 这个当媒体的记者 所以呢他非常了解 当然他作为一个西方人 自然了解西方 包括西方媒体的运作方式 他在中国生活呢 当然也是了解中国 特别是中国的一些 少数民族政策呀 各方面的 那么就对现在的西方 不断的抹黑 指控中国呢 非常不满 所以他在自媒体上面呢 就写了很多的文章啊 包括视频各种呢 去可以说呢 是澄清啊 这个讲述一个中国真实发生的事情 真实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甚至呢 指控西方媒体的 这样一种双重标准 结果大家知道吗 最近呢 他就被封号了啊 整个的就是号呢 都把你删掉了 所以这种在西方世界呢 意识形态领域呢 所谓的言论自由呢 也是很扯的一个事情啊 基本上呢 他就必须讲究他的政治正确 那么在英国呢 也是如此 所以他就是 一定要说到中国 因为说到中国就有点击率 就有媒体曝光 就有影响力 但是说到中国的时候呢 那么一定要注意 他很多时候呢 是从他的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呢 他是其实是一个立场 事先预设立场 而且是一个相对恶意的立场 那么更恶心的呢 很多就是直接抹黑 这一次英国媒体的这篇文章分析呢 他就谈到说这个美国衰落的说法呢 言过其实了啊 美国还是大哥 对吧 我大哥还是很厉害的 说美国仍然掌握着大量的资产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 当然了 我们呢 这个看待 这个英国的这个媒体的分析呢 我们也要看到 他的后面所呈现出的一些数据和角度 我也认为呢 他讲的一些东西呢 是值得去注意的 而且呢 也并非完全就是错误的啊 那么的的确确一定程度上符合现实的 比如说他谈到了 在现在呢 很多朋友 那么很多学者研究 说美国呢 现在是衰落而且是不可逆转的 那么他的观点呢 就是说今天的美国依旧呢 非常强大 而且呢 会这个所谓的啊 就是波动吧 就是说今天可能处于低谷 那么接下来呢 他还会继续的强大 那么我可以把它理解成呢 呈现出的另外一种观点吧 那么他就谈到呢 一个半世纪以来 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 这一直是美国全球实力与影响力的基础 如今的美国创新能力仍然相当不错 尽管面临来自其他这个国家科技啊 产业的竞争 那么特别是呢 现在的关于投资者对各家公司的估值啊 然后呢 对其如果进行评估的话 就会发现 到目前为止 全球最具价值的十家公司当中呢 有七家 那么前二十家当中呢 有十四家的总部都是设在美国的啊 他想从这个角度呢 来做说明美国当今呢 手上的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大啊 当然这一点呢 事实摆在眼前啊 当然也是符合这个现状的 他并且谈到呢 如果没有沙特阿拉伯的石油 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五家公司 都是来自美国的 在前二十名当中 只有两家来自中国的公司 包括腾讯是第七位 阿里巴巴是第九位 然后他谈到呢 如果只看科技公司 前二十名当中呢 美国有十二家 中国也包括这个啊 这个呃 像阿里巴巴 像腾讯和美团啊 那么这几家 那么包括生命科学领域 在未来繁荣的另外一个关键的啊 未来很有潜力的领域当中呢 美国在前十名当中占据了七席 在前二十名当中占据了十一席 有七家欧洲公司进入前二十名 但是目前没有中国公司 文章还指出呢 美国公司在全球占据的主导地位 几乎所有最有价值的非美国公司的总部 都设在美国的盟国啊 比如说欧洲 当然这样一种这个以股票为基础的 这样一种对公司估值的方法呢 显然不包括中国的一些像比如说 华为啊 公司那么他在没他在分析当中呢 也列举出来了 那我想如果华为公司上市呢 估计呢也是能够做到这个啊 前十或者前二十名之内的 那么并且呢 他还谈到了啊 比如说高铁啊 他认为呢 高铁呢 技术是源自于其他地方的 但这里面呢 我觉得就有一点啊 自己这个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虽然我们知道高铁呢 其他国家先有 那么中国呢 是后来建设高铁 但是中国在高铁的运行里程 然后呢建设的效率 然后呢 他的这个运营的经验 还有他的成本控制啊 各方面呢 应该说在这个产业上面呢 发展是非常好的 而且未来几年呢 中国在高速铁路方面 还会有更新的突破 包括像磁悬浮的 这样一个高速铁路 那么有说法呢 是说达到了620公里每小时 而且这个是可产业化的 也就意味着呢 可以去进行这个工程施工的 并不仅仅是实验室里面的一个啊 这个理想的空间里面的速度 所以在这个领域呢 我想啊 这个目前呢 中国在这一方面呢 领先其他国家呢 我觉得是实至名归的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英国媒体所做的对比呢 就是大学 他谈到了 众所周知的全球高校的啊 就是最知名的 最有公信力的啊 全球大学的排行榜当中呢 前10名有5所美国大学 前20名呢 有10所美国大学 那么只有一所呢 中国的大学 文章还谈到呢 在所有这些方面 美国的情况呢 并不是 并没有崩溃 而且呢 这个 现在呢 依旧是全球唯一的啊 这样一个霸权国家 那么特别是 英国媒体说呢 美国有很多盟友的支持 所谈到呢 即便中国很快将会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经济体 但是中国仍然不会成为最具生产力 和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 美国和他的盟友 应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持续保持领先 文章还指出 对美国在世界上作用的最大威胁 在于美国自身 而不是中国 其实这个说法呢 我是认同的 而且呢 是符合最新的美国的 很多的这个对美国老百姓的调查 就显示出来呢 美国老百姓认为 美国最大的敌人 是美国的分裂和美国的内部的内政 就是混乱 目前的局面 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 首先自己有没有自己的领导力 有没有自己把自己发展好 这一方面呢 往往是更重要的 那么英国媒体呢 也点出了这一点 并且呢 谈到了这个 美国目前在 这个种族的多要性 全球联盟 科学和理性的方面呢 那么美国 在这一部分 他的这个 包括他的领导人的 内部的领导力等等呢 似乎是在走向衰落 那么但是呢 在很多其他领域 就前面我们所说的 基础科研的研究 教育 然后呢 这个科技公司 包括一些产业 目前在全球的影响力呢 的确它还是最大的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符合事实的 那么美国呢 现在在这个 经济领域 继续想要主导全球的地位呢 似乎 特别是在这一方面 就经济方面呢 受到中国的挑战呢 是比较大的 我们也能够看到国内外的各种预测机构呢 很多都预测 那么中国在2030年左右 将会在GDP的总量上超过美国 可是我们也必须要看出来 看到一点呢 就是中国的GDP呢 人均跟美国相比呢 还相差非常大 目前美国人均GDP呢 是6万多美金 那中美元 那中国呢 是1万美元出头 所以呢 相差还6倍左右 那未来呢 还是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中国呢 这个是不是真的认为 美国已经开始衰落 并且中国呢 要超过美国呢 其实 我想 我想呢 在中国的 包括社群媒体上呢 也是有不同的声音的 那当然有很 美国就是说 过去的 特别是2000年之后 美国所发动的各种战争 让美国的国力 那么从01年的 这个911事件之后 那么08年的金融危机 对全球所造成的冲击 美国在全球发动的 这些战争呢 对美国国力的消耗 也的的确确 美国处在一种 国力衰弱的过程中 这一点是 我想在全球呢 都是有共识的 但是现在的 在中国国内呢 其实无论是学者 还是一般的 网络上的 咱们这个 网友朋友们呢 其实大家心里也明白 到今天为止呢 美国依旧 对吧 很多方面 还是你最厉害 这一点呢 也是一个事实 所以呢 我们就是一个是现状 一个是趋势 我觉得这一点呢 要把它分清楚 那么美国华尔街日报 在4月13号 发表的评论就认为呢 目前的一个新的 这个世界的一个格局呢 的确在发生 很大的转变 而且呢 中国方面呢 希望和美国发展一个 新型的这样一个 这个大国关系 特别呢 中国坚持的是 无论大国小国 对吧 那么大家呢 都是这个和平共处嘛 然后平等相待 那当然了 你这个既然中国 对周边的外交的 这样一种政策 本身就是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那么因此呢 中国和美国 希望也能够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 希望也能够大国小国 都平等 对吧 那么平起平坐 我想这样呢 也是符合中国的 一贯性的原则 也是一种比较合理的 也是一种公平的 一个原则 但是美国呢 当老大当官了 对吧 我就是霸主 你想跟我平起平坐 你跟我和平共处 你跟我这个 对吧 那怎么可能呢 所以美国呢 一定要把你打下去 其实这个逻辑呢 大家看的呢 也都非常清楚 并不觉得非常的意外 特别是在前不久的 阿拉斯加的 这个中美双方高层会晤 那么会晤的过程中呢 当然这个媒体一直在 都把所有的过程拍下来 特别前面一个小时 那么中美双方的 这个高层呢 也是这个唇枪舍战一番 那么这一番的唇枪舍战呢 也是让可能让美国国内的一些人士 特别是一些保守派的 可能觉得 阿不得了了 对吧 你敢在这个 我的地盘上 对吧 那个反对 我美国的一些做法 那么这个呢 也是让美国觉得 嗯 对吧 我的霸权 是不是 这个你 你敢不尊重我 等等等等吧 那么这个 这种呢 我认为 其实本身而言呢 是美国自身 他的这样一种心态 现在呢 既就生活在过往的那种辉煌当中 又呢 这个处在自己感觉呢 慢慢的这个趋势 我们看趋势 好像呢 不如之前的那么样的实力强劲呢 它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焦虑 和一种不安的心态 因此呢 就会不断的出招 通过各种法案 对吧 什么这个 反正只要跟中国扯到关系的各种法案呢 然后在美国呢 好像都畅通无阻 一定会通过 其实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了 美国现在在对待中国的政策上 或者是对外政策上呢 它就显得越来越霸道 那么越来越霸道的过程中 越来越强硬的过程中 事实上就是反映住 它的越来越不具备包容性 和越来越不自信 我们同时也看到呢 这个中国的外交部的副部长乐宇成 他在前不久 就是接受美联社的专访 在谈及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时候呢 他也表示 中国富而不交 强而不霸 中国对世界各国一是同仁 对他国既不仰视也不俯视 对吧 咱们都是平等 平起平坐 平等协商 同时他还指出呢 中国的发展 不是为了超越谁取代谁 也不是要跟哪个去当老大 我记得之前 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 应该是华春莹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就点得非常明啊 说这个要跟超过谁怎么样 华春莹就直接说 我们的目的是要超越自我 不断的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 让自己呢能够这个不断的进步 什么谁跟谁超越干嘛的 我发展的目的是让老百姓 对吧 让这个过好日子啊 我不是我的目的不是说 要把你打败 要把谁打败 不是这样一种心态 我想的这一点呢 也的的确确反映出中国 他本身的这样一个 这个目前的一个现实 而且呢 中国也不断的在强调 要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同时呢 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 也确实是难以避免的 你说没有竞争 这不可能 企业之间 对吧 同样从事 比如说都是汽车企业 都是造手机的 那你大家肯定是有竞争的嘛 这个是难以避免的 但是中国方面的主张呢 很简单 那么竞争本身呢 会促进彼此的进步 对不对 那么这次考试 我考第一 你考第二 你可能 你数学比我好 可是你发现 这一次你的语文没考好 那么下一次你考试的时候呢 你可能语文方面的这个 去这个要提升 这个呢 你提升之后 你可能超过我了 我再来 对吧 这就是一种 你追为我感的一种良性的竞争 而不是说 我每次考100分 你考99分 我看的不爽 我就要把你干成0分 对吧 我就把你打成0分 让你考试都考不成 这种呢 其实这种心态呢 是目前美国自身所具 所这个具有的这样一种特征 这种特征 大头来呢 会让自己呢 相当的这个不愉快 因为你这个眼里揉不进沙子嘛 但这个世界怎么可能 都都对吧 一个沙子都没有 一尘不染的世界 不存在的 所以呢 作为对世界负责任的两个大国呢 中美双方应该全力去避免对抗 尤其是要避免人为去制造各种对抗 那么中美还应该尽快呢 去扩大合作 因为双方呢 都能从合作当中得到好处 同时呢 中美虽然社会制度不同 但完全可以和平共处 互利合作 共同进步 中美应该秉持一种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精神 确保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的发展 那么我们看到呢 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 乐玉成呢 他还重申 中国呢 不是美国的对手 更不是美国的敌人 而是美国在抗议队友 以及呢 发展的伙伴 美国不能把队友当成对手 尤其是在当前面对疫情挑战的情况下 中美只有携手合作才能够共渴时间 那么我想呢 这是中国方面 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看法 对于美国方面 他是不是能够认可 并且接受这个看法 这也是很关键的 对吧 因为你说 我跟你是什么关系 我跟你是兄弟关系 对方可能看在眼里是说 谁跟你兄弟关系 对吧 我本来是我们家最有钱的 眼看着你小子 慢慢发展起来了 我跟你兄弟关系 我才不跟你兄弟关系呢 那当然这个就是 那你就谈不懂嘛 对吧 你一个是那样看的 一个是这样看的 那显然就谈不懂了 那么在美国人的心目当中呢 就是那种为我独尊 称霸全球 他已经搞很长时间了 所谓这个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 对不对 我想这一点呢 其实也并不难以理解 也正因为此 虽然中国方面不断强调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 和平外交政策 不会去改变 不称霸不搞扩张 不干涉别国内政 这些外交方针也不会变 同时呢 也不断的反复的去说明 中国虽然是 的确比过去呢 这个富强了一些 但是中国呢 是富而不骄 强而不霸 中国方面呢 不认为国强必霸 但是中国方面呢 坚信国霸必衰 就是你一旦搞霸权呢 你这个时间搞不久 自己呢 可把自己玩挂了 可是呢 你要让美国人相信这一点 目前看起来并不容易 那他可能会觉得 你现在跟我讲的这么好听 对吧 我们俩和平相处 你不断的往上发展 完了呢 美国的国力呢 可能在慢慢的往下滑 那短时间三五十年 再多几十年 当有一天 你这个比我 各方面都比我厉害了 那你那个时候 会不会变呢 当然了 你他的这种 这个有这样的顾虑 对吧 这个毕竟呢 在美国的看法当中呢 中国目前的发展成就呢 的确也是太快了 就搞了一代人的时间 竟然就把 就变成了美国的一个对手 那么这一点来说的话 的确呢 这个我们从同理性的角度来说呢 其实美国目前所具有的 这样一种心态 也并不是特别难以理解 对吧 也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那么对于拜登 前不久宣布 要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 投资计划呢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也发表评论说 这个中国人 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就把一个贫穷的国家 变成了美国主要的战略 与经济的对手 那么在中国呢 这个井然有序的机场 这个大型机场 对吧 几年搞完了 宏伟的体育场 还有呢 比如说这个鸟巢 对不对 对不对 还有这个风格化的天际线 吸引着这个中国的游客 那么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呢 基础设施可能是最有形的 也是最令人钦佩的方面 那么中国呢 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呢 也确实过去也取得了 比较好的成就 那么这一点呢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也是有共识的 那么在美国呢 就连对中国最坚定的PP者 也表达了对中国建设桥梁 铁路 这些基础设施能力的一种敬畏 美国康内亚大学的专门研究 城市规划的历史学家 啊 这个坎巴内拉呢 曾经住在中国的东部 他就说这是对中国一种真正的嫉妒 中国似乎能做到我们过去能做的事情 中国宣称拥有至少100万座的桥梁 包括世界上大多数最高的桥梁 在世界上最高的100座摩天大楼当中 有49座位于中国 盖茨2014年公布了一项引人注意的统计数据 中国过去三年的水泥使用量超过了美国在整个20世纪的使用量 美国能否效仿中国的做法呢 那么同时呢 还谈到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 和中国目前高效的推行 这个整个的运转体制呢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美国国内对吧 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这个盖个高铁 大家都知道曾经美国想盖高铁 到头来呢搞的是反正就是不断的延期 不断的加钱 结果什么事也没办成 所以呢 现在的情况就是呢 美国的媒体的文章也分析说 中国的领导人大多数都是理工科背景 教育背景 而美国呢 现在我们都知道 很多都是律师当总统的 那么美国彭博社也发表文章说 拜登最大规模投资计划 相比中国依旧落后 尽管拜登都受这个基础设施的投资计划 说是史无前例的 尤其在研发方面的投资计划 已经打破纪录 说呢 这让美国处于有利的地位 赢得了同中国的竞赛 但是这个呢 在美国媒体的眼中看来呢 是相当的不够 认为中国持续大规模的基础设施 投资规模更大 比把美国抛在了后面 而且呢 规模胜出本身就意味着 中国正在呢 这个不断的超越美国 美国在基础设施上面的不足 是显而易见的 美国媒体的分析呢 也基本符合事实 但是中国方面 真的具备和美国掰手腕的能力了吗 在经济 军事 科技 文化 意识形态 各个方面 那么大国的发展 并不是说某一个单科的项目 是要看全方位的综合国力 也正因为此呢 我们还看到了 俄罗斯媒体的一些分析 虽然中国不断这个强调呢 中方绝对不走 国强必拔的路子 前面我们也谈到了 但是俄罗斯还是点出了 中国在进一步发展 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弱点 那么我认为呢 这个俄罗斯的分析呢 也并不是这个全无道理 那么俄罗斯的观点报 4月27日发表的一个题目叫做 这个为什么中国无法成为 全球主要力量的文章当中就说 中国目前试图去驳斥外界的担忧 也就是在未来的几十年当中 中国所谓的取代美国地位 主导世界议程这种说法呢 这个是不存在的啊 中国也没有这样的想法 文章就提出 中国未来会成为世界的霸主吗 中国会像美国一样 将它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的民族 并且派出航空母舰 对吧 轰炸对手吗 文章就提到呢 很多年以来呢 西方媒体一直对中国进行 大规模的啊 妖魔化中国的这样一场运动 在西方的报道当中 中国人具有侵略性 对吧 想要占领整个世界 并且呢 把自己的这个中国的 中国的这个思想啊文化 反正各种吧 都强加给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看过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呢 对吧 我们以前也说过 中国就基本上不太会去这个 去这个侵略呀 或者是对其他国家怎么样 那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郑和下西洋 对不对 那去了很多次啊 比这个西方世界早呀 也也去了到了很多地方呀 远道到非洲啊 到什么地方 那么中间更不要说东南亚这些地方 还有中东 可是中国没怎么样 对吧 交换点礼物 带点礼物就回来了 反正最多有一点使节 大家就相互交流一下 没有什么太多的 这个说占领你的土地 掠夺你的资源 是更不要说什么贩卖人口 那不存在的 以当年中国的这个实力的话 那是绝对的有这样的一个实力的 可是并不是 并没有这么做 所以这个中国呢 这个显然呢 并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啊 那而且中国呢 不断的去对外说明 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 永远不惩罢 不扩张 不母求势力范围 不搞军备竞赛 但是呢 俄罗斯文章呢 还谈到了一点 就是说呢 中国不寻求这个霸权 那么未来 如果中国发展 就是各方面都远远的超过美国 那么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呢 他呢其实是持有一种疑问的态度的 那他因为站在这样一种假设当中呢 他就来说 如果以现在的中国的发展水平来看 不管你有没有这样一种心态 有没有这样一种诉求 我们暂且把这个问题放一边 然后他来对比中国目前的发展情况 他认为呢 中国是有几个弱点的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中国没有经济资源 军事政治资源 然后呢也没有这个意识形态资源 来支撑所谓的霸权 同时他谈到呢 国家力量不仅取决于桌面上的力量 还取决于向外投射的力量 中国目前呢还没有这个 很强大的海外的军事基地 我们都知道美国在全世界几百个军事基地 什么非洲作战司令部 什么这个印度洋 什么这个太平洋 对吧 反正他搞了很多地方 更不要说欧洲 对吧 欧洲司令部 然后呢还有这个中东地区 那更不要谈了 反正呢他到处都是军事基地 而这一部分呢 中国呢是相对而言到目前为止 几乎是这个很少 很少 那么中国呢甚至这个没有政治意愿 通过军事手段来进行 对这个所谓的利益的一个捍卫 那么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呢 很多时候面临面对美国的军事 强势的过程中呢 北京呢会很多时候选择 可以用一种谈判的方式来进行应对 那么中国呢 没有争夺霸权的全球性的意识形态 我觉得这一点呢 他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关键 也就是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其他国家的民众可以传播和接受的 一整套的国家价值观 那比如说美国呢和西方国家 有什么麦当劳啊 英语啊 对吧 自由民主啊 这一套东西 我们都知道呢 一天到晚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 实际上是在宣传它的这个价值观 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啊 那本质上呢 就是为了比如说石油啊 为了这个资源嘛 为了地缘政治利益嘛 其实这个也不难理解 那么俄罗斯的媒体文章分析就说呢 中国的饮食和文化 也不是非常的普遍 那么他举例呢 当年日本发展最好的时候呢 日本人他搞的那所谓的动漫 寿司等等呢 甚至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呢 都超过中国在文化和饮食上的影响力 当然了 我们自己作为中国人呢 对自己的文化呢 是有文化自信的 那么更不要说中国的饮食是非常的丰富的 但是就国际层面而言呢 是不是如此呢 我觉得呢 这个当然这个各说各话了 对不对 那么中文呢 也是相当的难学啊 这一天倒是事实啊 中文几乎是这个世界上最难学习的语言啊 相当的复杂 几千年下来 对吧 你说现在讲到过去的一些成语典故 你要让现在的外国人去理解啊 三国发生了什么 对吧 更不要说当年的啊 这个秦汉时期又发生了什么 那到时候那这个根本就难以理解啊 所以整个的俄罗斯的这一篇文章 他的分析就认为呢 中国不仅在中亚乃至在本地区呢 恐怕都面临着和美国这个在意识形态 就全方位的这样一个对比当中呢 目前呢都并不占有优势 而且还谈到呢 在亚洲地区呢 都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美国在欧洲所形成的 所谓的北约这样的一种集体安全的形态 因为几乎所有的整个的这个国家呢 整个东亚地区或者亚洲地区的国家呢 美国在当中的势力呢 还是非常大的 中国和很多的目前的邻国呢 还是有一些争端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整个的环境之下呢 也限制了目前的一个中国影响力的对外部的一个增长 那同时呢也包括像比如说台海问题啊等等这些呢也都还没有解决 其实坦白的讲中国老百姓呢包括中国这个知识分子呢也很清楚了 就是中国本身呢也没有说要去世界上去跟美国去争霸去干嘛干嘛 中国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对吧 但是呢国家统一领土完整 内政的这个独立自主 这个呢是底线啊很显然的 剩下呢就是发展自己啊科技啊 然后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呀等等吧 所以现在呢这个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啊这样一个现实的情况 呃所以现在的这个俄罗斯媒体分析的结论就认为呢 中国呢也不会去推行所谓的全球霸权 但是中国现在的目标呢就是说包括和欧洲一起和俄罗斯呀这样的国家呢 那么也包括美国一起呢去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 也就是呢通过多极协商啊通过联合国和国际法规则为基础的来解决世界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俄罗斯的这样一个结论 他的媒体的分析呢我认为是到位的啊是准确的啊 那么虽然呢我们未必完全同意前面我们所说的英国的媒体俄罗斯媒体的分析 但是他们其中点出的一些观点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特别是关于中国在全球的媒体宣传意识形态领域 王大了说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啊彼此的竞争 那么和西方世界在全球殖民意义以及主导数百年来所积累下来的这样一种基础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那么这个部分呢确实是需要更多的努力 但是中国在意识形态上面和西方的那种碾压式的强硬的啊 这样一种情况呢并不相同 中国更加强调全球文化的多元性啊 那么以及尊重各个国家自身的发展道路 当然这里面包括各自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 那并不会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其他国家 我想这也正是当年郑和夏西洋和平交往 与西方大航海所带来的全球殖民悲剧啊 这一个当中呢是一个最本质的区别吧 对于中美能否躲过所谓的休息抵得陷阱的问题呢 那么中美关系何时能够缓和的问题呢 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那么最新的就是林毅夫先生所谈到的 叫做2050年中国经济达到美国的人均GDP达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中美应该就能够重新回到一个这个正常的和平交往的轨道 但是不是这样呢谁能知道呢 30年以后的事情我们只能且看且走啊 去继续的观察 对于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 观众朋友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by bwd6 by bwd6